房车现在已经不算稀奇了 但是一些特殊的房车 还是能够让大家非常感兴趣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款房车 就有点特别 首先它是一款能够越野的房车 这在目前的国内市场并不太常见 另外就是它的底盘很有意思 它使用了一台北汽勇士皮卡作为底盘 勇士皮卡本身就有着非常复古刚猛的造型 再加上绿色的涂装更有一种军车的味道 这款房车看上去也确实不像一台民用车 它的车身尺寸达到了5690乘以1960乘以2690毫米 该车的车内实用性不算好 更偏向于商务 车内甚至还配备了独立的航空级座椅 厨房区的电磁炉 水槽 冰箱等设备倒是都有配备 车辆的尾部是一个约1.9米的双人床 虽然尺寸并不算太大 但由于设计比较温馨 因此给人的感觉相当舒适 另外 该车还配备了一个尺寸不算太大的卫生间 但同样很温馨 而且马桶等设备也一应俱全 该款房车使用的动力是2.8T柴油机 匹配五速手动变速箱 更配有四驱系统 非承载式的车身让它有相当不错的越野能力 不过 该车并不太适合家用 如果是商务还是不错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